5月27日下午二十许,华联市民国路已复兴街口,一部机车由复兴街往东执行,与另一部直小货车由民国路往北执行,双方于入口发生碰撞,导致波及停放于路边一部机车及两部汽车。 机车驾驶伤势较严重,目前尚在医院诊治观察中,经调查刷丰街持有合格驾照,检测皆无酒精反应,详视造势原因尚在调查中。 本分解呼吁驾驶人行经交叉入口时,务必减速慢行并离让来车,切勿因摊快造成自身及其他用人安危。